大家好,欢迎来到滋味馆 何年菜,今天用海芯,拔排骨和冬菇 不是用即买的急冻海芯,今集用的是自己浸发的海芯 这里有三条自己浸发的海芯,在上一集已经分享过,有上角有连接 接着还有10只干冬菇,清洗干净后用水浸圆 浸圆后剪冬菇定,多余的冬菇水去除 剩下的冬菇水要保留 这里有一些排骨,我已经用粟粉清洗过 洗干排骨里多余的水份 那排骨有一磅,要加些生抽 厨用酒 适量胡椒粉 和一些粟粉 搅拌均匀 放入冰箱两个小时,让排骨收干一些水份 再准备两片姜,小小冰糖,三番蒜头,一粒干葱头,和三粒红棗 红棗要去核 再开一个混合酱,有一些柱侯酱蠔油 再开一个混合酱,有一些柱侯酱蠔油 最后开一个粟粉水埋泡 最后开一个粟粉水埋泡 用中大火,爆香两片姜 加些排骨下锅,煎至两面微黄 拿反转另一面 把排骨推到一边 再加少许油 爆香些蒜片和干葱 炒香 爆香之后 再加些冬菇和海芯 炒一下,爆一下 接着加1汤匙的厨用酒,辟一下腥味和增加锅气 现在混合酱也可以加入 把酱汁炒均匀 我们来看看这条海芯比较软 就不要煮太久了 这条比较硬要煮久一点 如果与硬的程度全部都是一样 就煮相同的时间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地方 红棗和冰糖 冬菇水 都加进去 如果冬菇水不够的 可以補加些热水 用大火将些水煮沸 沸起了转去中小火 转去中小火 软一点的海芯煮大约10分钟 我将淋的两条 夹起来 硬一点的这条需要再煮一煮 然后继继续保持着中小火 将排骨和海芯煮大约30分钟 够腍就可以了 现在来试一试味 不够味可以補加些盐 平均的锅 苏里面 拌均匀 凉三条 热干 硬硬 压的味道 可以把弹火打开 小火 弄均匀 熟粉的水 好 然后 拌匀 不要 废弃 至少 时 完成後就將剛才那兩條海參剪開你喜歡的大小 加上去兜炒均勻 這條硬的都夠軟的了 我不剪開它了 整條放在面上拍照好看 快要有個唐人年了 想到煮什麼菜沒有? 海參很多時在過年都會煮 以前我貪方便用急凍的海參 但口感與自己浸的完全不相同 那麼在上集有分享過如何浸發海參 今集將浸好的海參 燜排骨和冬菇 未曾浸過海參的觀眾 可以看上一集的浸發海參 接著用排骨和冬菇一起燜 看了兩集影片就可以一氣呵成 那麼在今年過年都試試了 覺得好吃請幫忙分享給你的朋友 多謝各位看到片尾 有時間請支持一下廣告 在下一集我們再見 shadow 閉嘴 感谢观看